得知师父安全地逃出了蔚蓝星系后 杨玄终于彻底地放心下来 可当他问起师父更加详细一些的情况时 七成生却表示他知道的很少 他只知道冯霸天以天仙境界地修为 越即灭杀掉看管仙金矿的金仙主管 以及全部的天仙管事最终成功出逃 然后冯霸天又在被追杀的过程中突破到金仙 继续越即灭杀掉十几个玄仙 上万的天仙跟金仙最终逃进了缥缈星系 至于冯霸天平时生活上的一些细节 七成生就只能无奈地摇头表示不知道 毕竟以七成生的身份 如果冯霸天只是普通的逃跑 事情没有闹得这么大 他也根本不会注意到冯霸天这个小人物 当然现在他知道了 冯霸天不但不是什么小人物 其身份背景还大得吓死人 此时他也在暗中庆幸 幸亏冯霸天成功地逃跑了 不然七成生不敢想象 要是他派出去的人真把冯霸天给灭杀了 那他此时将会面对杨玄怎样的怒火 想到杨玄身后的杨家 还有七大家族的团结与互端 七成生忍不住又隐晦地看了一眼七天 而七天原本才被杨玄的笑声 从震惊中拉回来 勉强恢复了一丝镇定 可此时七成生这隐晦的一眼 立即就把七天看得心惊肉跳 如果有谁能够听得到七天的心声 此时一定会听见七天正在心中大骂 大哥 你别看我了 你好好的说话就说话 干嘛非要看我呢 就算是要看 你也不用搞得这么隐晦吧 你给老子光明正大的看啊 你他娘的 这是几个意思 如果此时可以动手 七天真想把七成生的那双眼睛给挖掉 不 不光是眼睛 还有七成生的嘴巴 七天此时 真怕从七成生的那张嘴中 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生平第一次 七天觉得自己这个老实本分的大哥 此刻一点也不老实 这个家伙绝对故意的 他要趁机害我 七天惊恐地发现了 七成生这一眼的用意 这一次 杨玄没有走神 他终于注意到了 七成生隐晦地 看向七天的目光 于是他顺着七成生的目光 慢慢地转头 狐疑地看向一旁的七天 七天如受惊的兔子般站起 然后抱拳攻身 前辈 您的父母可能就在晚辈的手下做事 我这就让人下去给您查找 原本因为七成生这隐晦的一眼 杨玄的心中 已经有了一丝不好的猜测 可此刻听到七天的话 这一丝不好的猜测 立即就被他抛之脑后 他欣喜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把抓住微天的肩膀 是吗 那就麻烦你 赶快去找 只要找到了我的父母他们 我一定重重地感谢你 蓝天被杨玄一把抓住肩膀时 差点就被吓得本能地想出手反击 不过杨玄接下来的话 让他心中一松 急忙答应道 好好 前辈您请先松手 晚辈这就把消息传下去 言 杨玄单大地松开手 呵呵 多谢微道友了 成天不敢耽误 立即拿出一枚刘影石 录制好杨玄父母他们的影像 并对着刘影石交代了一番之后 随手就将其丢了出去 刘影石脱手后 直接画着一道光芒 瞬息之间就消失在杨玄的视线之中 还请前辈耐心地等待一会 来 晚辈敬您一杯 成天拿起酒壶 给杨玄的酒杯中 珍满了酒 既然消息已经传递出去 杨玄也就安心地等待起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七天表现得非常热情 他不停地给杨玄介绍着流光仙玉 以及蔚蓝星系大致的情况 成功地让诚诚生没开口的机会 经过七天的介绍 杨玄也大致地知道了一些这边的信息 就比如流光仙玉的星级划分 还有旁边缥缈星系的大致实力等等 而通过这些信息 杨玄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云一星只是一个四级星球 按说最多只适合金仙修士在上面修行 可这两兄弟堂堂仙君境界 为什么要屈尊在这里当星主呢 难道 这颗星球上有什么宝贝 不过杨玄虽然有个猜测 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去在意 说实话 连法则至今跟魂金这么珍贵的宝物 他都得到过许多 这种只是自己凭空猜测 而且还只是仙君看上的宝贝 他还真没有放在眼里 因此 这个想法只是在心中一闪而过 立即就被他抛在了脑后 不知不觉间 一壶酒很快就见了底 而成天吩咐下去查找的消息 也终于收到了回复 只见一道光芒一闪之下 出现在庄园内 七天伸手一把抓过 露出了一枚紫色的玉桶 一个呼吸之后 查看完预解内容的七天 欣喜地笑道 找到了 前辈的父母 果真在晚辈的手下办事 他们在哪 杨璇激动地一把抓过玉桀 神识立即探入里面 果然 玉桀里不但分别有 父亲跟母亲的影像 竟然还有罗芳巧笑 奄然的身影 突然 原本激动的杨璇 神色一鸣 他发现 玉桀里既没有 无影跟小白的影像 也没有关于他们的 任何文字信息 既然罗芳已经来到了云一星 那送他过来的无影吗 还有奴印已经消散了的小白呢 他们既然已经把罗芳送过来了 怎么会没有在这边 留下任何信息呢 难道是因为妖族的身份 所以他们选择了 偷偷把罗芳送来 然后又偷偷地离开了吗 也就是说 无影不是在云一星出世的 想到这里 杨璇神色凝重地转头 看向正义脸欣喜的七天 无影跟小白呢 没有他们的消息吗 无影 七天一愣 立即赔罪道 对不起前辈 晚辈这就在问问 让下面的人全力去寻找 见七天如此说 杨璇猜测无影 或许真的是偷偷地把罗芳送来 然后又偷偷地走了 毕竟现在的妖族如无必要 他们一般可不会在 人族的地盘上乱走 想到见到父母他们 应该就能知道无影的消息 杨璇干脆摆手说道 你先带我去见我的父母他们吧 寻找无影的事 稍后再说 好 前辈请随我来 您的父亲被我的属下 派到天启星去当监工了 您母亲也在那边当帐房 我们利用传送证过去会快一些 七天一边说 一边手指向远处一座隐约可见的宫殿 显然 那里应该就是云一星的传送店 而对于父亲在天启星当监工 母亲当帐房的事情 预见中也有文字提及 杨璇没有犹豫 把一只被晾在一边的东方缺 交给七成生照顾后 跟着七天就飞向了那座宫殿 而当七天带着杨璇飞走后 一直没找到机会 说话的七成生的眼中 隐隐地闪过一丝金光 嘴角微微地翘起来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弧度 云一星的传送阵 是在一座浮空的宫殿中 是一个一次性能传送上千人的 大型传送阵 七天一边亲自为传送阵填充着仙精 一边没话找话地跟杨璇闲聊两句 七天说 流光仙玉是人类 从一族手中抢来的第一块地盘 当年为了彻底地守住这块 来之不易的安生之地 所以仙辈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在流光仙玉内 布置下了数量惊人的星际传送阵 相比于后来抢夺到的其他仙玉 流光仙玉内的传送阵是最多的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星球 就在这几句话的时间 开启传送阵的仙精 已经被成天填充好 并对接上了缥缈性的空间坐标 随后 七天非常有礼貌地 先把杨璇宫请上了传送阵 这才一道法觉打出 开启了传送 而就在传送开启之时 原本正满脸微笑的杨璇 却脸色突变 他发现 七天这个家伙竟然在后退 是的 七天开启传送阵后 并不是紧随着走上传送阵 跟他一起传送 来不及思索 七天为何要欺骗自己 杨璇本能地 就要施展空间折叠 离开传送阵 与此同时 他闪电般地抬手 遥遥地 对着正在急速后退的七天 就是一抓 可就在这时 传送阵彻底开启 杨璇只感觉到眼前一花 空间折叠瞬间失效 遥遥地一抓 也一下抓了一个空 等到视线恢复清明时 他发现自己正一个人 穿行在一条空间通道中 作为一个领悟了空间法则 同时还是五级先证师的人 只是一眼 他就肯定 这是一次正常的传送 这条空间通道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七天并不是要利用 空间传送暗算自己 难道说 这个家伙在传送阵的另外一端 不准什么厉害的陷阱 在等着我 可我们明明只是第一次见面 这个家伙 为什么要暗算我呢 除非 突然 杨璇的脸色巨变 他想到了一种 让他全身忍不住站立的可能 难道 父亲母亲 被这个砸碎残害了 杨璇越想 心中就越害怕 浑身不由自主地散发一股戾气 滔天的杀意 在身体周围 形成了一层星红的光芒 在杨璇想来 也只有这种解不开的死仇 七天才会有理由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暗算自己 要知道 暗算一个破军星的核心弟子 是有可能要遭到灭族之祸的 但如果七天真的残害了杨璇父母 那他暗算杨璇的动机 也就说得通了 因为就算他不暗算杨璇 一旦杨璇知道自己的父母被他残害 同样也会选择灭了他的权足 带着滔天的杀鸡 杨璇很快就结束了传送 在结束传送的一瞬间 他手提破魂箭 浑身的混沌之力涌动 已经做好了迎接伏击的准备 可令他意外的是 传送阵的周围安静无比 预想中 伏击并没有到来 神识扫视之下 整个传送殿中 别说是伏击 竟然连人影都不见一个 没有伏击 直觉中也没有丝毫的危险 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 顿时就让杀气滔天的杨璇一愣 一愣之后 他随即猜测 七天布置的伏击 会不会是 隐藏在殿内的其他房间中 或者是在传送殿之外 想到这里 他的神识立即蔓延开来 随着神识的展开 他发现 整个偌大的传送殿内 竟然空无一人 当他的神识 迅速地探查完一个个房间 想要查看殿外的情况时 却被传送殿最外围的墙壁 跟紧闭着的大门 给反弹了回来 竟然无法穿过 脚下的传送阵 他也不去管外面有没有伏击 打算用最快的速度 返回云一星抓住七天 然后直接搜魂 只要抓住了七天搜魂 一切阴谋诡计 都将直接被粉碎 父母的消息 同样会被他知晓 可当他填充好仙经 对接上了阵法中 保留的云一星坐标 传送阵开启后 只是部分阵纹闪亮了一下 随即就瞬间暗淡下去 见此情况 杨璇直接气得青筋突起 显露在身体周围的杀气 顿时变成了心红的血污 很明显 云一星那边的传送阵 被七天破坏了 现在他就算是再傻 都能够想得到 七天为自己寻找父母是假 找借口拖延住自己才是真 他敢肯定 此时的七天 绝对已经逃出了云一星 说不定正在赶往七家 寻求七家的老祖宗庇佑去了 七天 如果你真的残害了我的父母 就算你家拥有一个什么先皇 老子也要让你七家灭族 从牙缝中 森冷地挤出了一句话之后 怒火交加的杨玄猛然转身 手中的破魂剑高举过头 对着传送殿大门的位置 狠狠地一剑拍下 没错 就是用剑身拍 并不是用剑人屁 扑 一到数百丈的剑光 从剑尖之上延伸而出 先是一剑刺穿了传送殿的房顶 然后又无比野蛮地重重拍下 轰 剑光所到之处 不管是有阵法防御的墙体 还是有禁止守护的密室 通通都在一剑之下 粉碎成渣 烟尘弥漫之中 就要看看 七天究竟留下了怎样的伏击 在等待着自己 可仅仅只是一眼 她的身体顿时就僵在了半空 双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与惊喜 在传送殿十几里外的一处广场之上 密密麻麻地跪倒着数千人 此时正仰头惊恐地看着她 而在这数千人的最前方 站着两道虽然相互搀扶着 但依旧有些颤颤巍巍的身影 在看到那两道身影时 杨玄还以为是自己的眼花了 就在她忍不住要伸手揉一揉眼睛之时 一道她熟悉无比 但却有些颤抖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玄儿 是你吗 这是父亲的声音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立即就冲散了杨玄滔天的杀意 以及浑身散发出的恐怖气势 她一个瞬移来到两人的面前 砰的一声跪倒在地哽咽道 父亲 母亲 孩儿不孝 这么多年才来寻找你们 让你们受苦了 看见父亲跟母亲苍白的脸色 以及他们微弱得如同凡人般的气息 杨玄的心脏就是一阵脚痛 她根本无需用神石去扫视 也不敢用神石去查看 就能知道他们此时的身体状况 很是糟糕 父亲跟母亲 虽然穿着华丽的衣袍 可在华丽的衣袍之下 绝对是千疮百孔般的身体 玄儿 果然是你 你真的来了 杨春的声音有些颤抖 但神色中却满是欣喜 而郭荣在看见杨玄的第一眼 就已经泣不成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一下抱住了杨玄的头颅 死死地搂在怀里 不肯松手 近距离地感受到 母亲颤抖的身体 杨玄的心更加地绞痛 对不起 孩儿不笑 孩儿来晚了 孩儿来晚了呀 杨玄就这么跪在地上 把头埋在母亲的怀中 无比愧疚地哽咽着 杨春的眼圈也有些发红 她把头羊的高高地看着天 轻轻拍了拍郭荣的肩膀 好了 哭哭啼啼地像什么样子 玄儿还跪着呢 啊 经她这么一说 郭荣才反应过来 急忙松开了杨玄的头颅 慌忙间就要 把杨玄拉起来 可她的双手才刚刚一用力 身体就忍不住一个踉强 差点就摔倒在 正要顺势站起的杨玄身上 还好杨春眼急手快 一把搀扶住了她 母亲 杨玄也被吓了一跳 闪电般地站起 从另一边 也双手搀扶住了母亲 哼哼 没事 就是身体虚了些 不打紧 郭荣面色苍白地微笑道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着母亲 跟父亲一副即将游进灯窟的模样 杨玄无比心疼地再次追问 告诉孩儿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边问 她一边抓起父亲跟母亲的手 那世界中 蓬勃的生机 疯狂地注入二老体内 也趁机检查了一番 他们的身体情况 随着蓬勃的生机 在父母的身体中转了一圈 杨玄的双眼 一下变得心红 滔天的杀意 再次不受控制地爆发 如血雾般的杀气 顷刻间笼罩方圆石树里 恐怖的气势 直接让依旧跪在广场上的数千人 纷纷吐血 神情惊恐地匍匐在地上 但如此恐怖的气势 如此滔天的杀意 竟然对静在咫尺的二老 没有造成丝毫的影响 父亲母亲的身体情况 虽然让杨玄愤怒无比 但她却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 爆发的气势 自然是避开了他们 经过探查她发现 父亲的情况 看似没有母亲的糟糕 但其实 体内已经千疮百孔 受到的创伤 比母亲要严重了十倍不止 尤其是父亲头颅内的仙河 此刻 已经变得暗淡无光 杨玄几乎在里面 绝查不到丝毫的仙力 如果不是多少 还有一点魂力支撑 估计父亲的仙河 早就已经自散了 父亲此时的情况 除了身体 比普通的凡人硬朗一点 其他方面 简直就跟一个凡人差不多 但就算是如此 父亲依然在 尽量地鼻挺着腰杆 似乎是不想让母亲知道 她真实的身体状况 是谁干的 杨玄一边为他们 杨玄注入生机之力疗伤 再次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冷冷地追问 受到了蓬勃的生机滋养 二老的脸上 终于稍稍恢复了一丝血色 在杨玄的一再追问之下 杨春不由叹息了一声 神色中满是无奈地说道 既然你能来到这里 想必早就已经猜到了吧 根本想都不用想 杨玄脱口就说道 七天 没错 就是她亲自下的令 杨春再次无奈地说道 是的 杨春的神色中只有无奈 没有恨 这倒不是说她不恨七天 而是不敢表现出来 在她的认知中 七家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 她哪怕有着滔天的怨恨 也只能把这份怨恨 深深地隐藏在心底 听到还是七天亲自下的令 杨玄非常不解地问 为什么 按理说在七天的眼中 父亲跟母亲 只不过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新主 她又是怎么会注意到父母 并且还屈尊降贵地亲自下令 把他们折磨成这样呢 看见杨玄神色中的不解与愤怒 杨春组织了一下语言 终于慢慢地解释起来 原来 下界的天玑界中 人人认为的民主 就是七天 而被天玑界跟寒破界的众人认为的 纹固子弟 竟然是七成生这个只知道修炼 连自己的生活都管理不好的道吃 在管理寒破界 当然 道吃只是杨玄这么认为的 杨春跟郭荣利用接引符 飞升到仙界后 因为听从了天玑界龙原魔君的建议 登记身份实用的是天玑界的身份 因此 他们就被分配到了七天的名下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修为地下的原因 他们还只是 做一些还算轻松的杂物 可等他们突破到天纤七后 杨春直接被提升成了 众多监工中的一员 郭荣也被任命成了帐房 这样的日子 对于一个从下界飞升的 低阶修士来说 已经算得上是相当的安逸了 直到无影的到来 杨春跟郭荣的安逸生活 在一天之中 突然就被改变了 两人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还抓进了云一新的大牢中 进行了上千年的严刑拷打 你们一直被关在云一新 听到父母 竟然是被关在云一新 杨璇忍不住插嘴询问 杨春点头 对 我们是刚刚被送到这里的 最多不超过半个时辰 说到这里 杨春好奇地看向杨璇 微笑道 本来我跟你娘还以为 我们要被处理掉了呢 但送我们来的人 不但拿了干净的衣服 给我们换上 还对我们说 是我们的儿子来接我们了 杨春的心中虽然好奇 儿子为何能有本事 能让七天放人 但他却没有询问 因为他相信 这一切很快就会知道的 可已经停止了哭泣的郭荣 却没有忍住心中的好奇 插嘴问道 儿子 你为什么不但能让借天放了我们 还能让他甘愿把这数千人 交给你屠杀出妾 说着 郭荣半转身指了指 身后广场上匍匐着的数千人 交给我屠杀出妾 杨璇无比诧异地 顺着母亲的手指 看向广场上匍匐着的数千人 看到儿子诧异的神色 郭荣非常肯定地说道 对 送我们来的人还说 如果杀完这些人 你还不解气 七家还准备了十颗仙君级别 一颗仙王级别的法则之精 作为赔罪 听到这话 杨璇的怒火 不但丝毫没有削减 杀一反更甚了 他在心里私存着 七天在看到父母 跟无影他们的影像时 肯定就已经从得知 自己身份后的震惊中 恢复过来了 尤其是在听到影像中的人 都是自己的亲人后 那家伙竟然一直在强装出 被惊傻了的样子 或许他是不敢杀掉父母灭口 害怕事后被查出来 会遭到惨烈的报复吧 又或许是他即使杀掉了父母 也没有时间 把所有知道父母存在的人 进行灭口 所以他才会趁着自己 跟七成生介绍父母 他们信息的时候 想出了这么一个 让自己消气的办法 而且 为了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布置 他竟然还假借着 让手下查找父母的理由 拖住了自己 这些想法快速地在心中闪过 杨璇不由暗自庆幸 幸亏自己进入仙界时 被强行拖拽到混沌仙域 有了一个令七天恐惧到 不敢轻易冒险的强大靠山 不然的话 自己现在恐怕不但见不着父母 估计还要面对七家的围杀吧 看见儿子突然一下陷入沉默之中 郭荣有些担心地 轻轻叫了一声 儿子 母亲您请说 孩儿在听 听到母亲的声音 杨璇立即抛开了心中的猜想 脱口回应道 郭荣白了杨璇一眼 说什么呀 你还没有告诉娘 七天为什么要对你这么 说到这里 郭荣停顿了一下 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后 继续说道 娘感觉七天似乎有点惧怕你 这是为什么 杨璇露出一个无比庆幸的表情 孩儿虽然有着先王的修为 但七天真正惧怕的 却是我身后的靠山 先王 靠山 郭荣跟杨春同时惊呼 看见父母吃惊的样子 虽然心中在担心着 无影跟罗芳 但杨璇还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得意 对 孩儿现在不但已经是先王境界 身后还一个能轻易捏死 七家先王的靠山 郭荣跟杨春 原本已经恢复了一些的身体 再次变得颤抖起来 足足过了数个呼吸之后 杨春突然仰天大笑 哈哈 好 很好 哈哈 笑着笑着 他的眼角终于流出了一滴泪珠 突然 他收出笑声 神色便得无比森冷地说道 玄儿 如有机会 给为父杀了七天 杀了那些对你娘 进行过严刑拷打的人 既然儿子已然拥有 先王境界的修为 更有一个能够轻而易举将七家先王捏死的强大靠山 那他又何须惧怕呢 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 在无须遮掩之下 他竟漠然爆发出一股极度森冷的沙意 其身上缓缓地散发出屡屡紫黑色光芒 刹那间 方圆树势里的仙力迅速涌动起来 疯狂地朝着杨春汇聚 而后纷纷钻入他的体内 目睹父亲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杨玄不禁低声惊呼 这是毁灭之道 感受到父亲身上的毁灭气息 愈发强烈 杨玄不由地低声询问母亲 父亲他究竟是何修为 尽管他曾经探查过父亲的身体 可由于父亲体内的仙盒中 连一丝仙力都没有 因此并不能体现出 是什么境界的修为 还处于震惊中的郭荣本能地回答道 天仙巅峰了 天仙巅峰 杨玄再次低声惊呼 天仙巅峰能够顿悟法则 而且还是至高法则之中的毁灭法则 父亲这眼 这也太变太了一些吧 经仙七领悟法则 直接一步跨过玄仙 突破到仙君级别的事情 杨玄听说过 但天仙境界就领悟法则 这可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事情啊 听了儿子的话 短时间内连续被震惊了几次的郭荣 这一次 直接被这个天大的惊喜砸呆了 然而就在母子俩分别为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丈夫惊喜之际 突然 杨春身上原本迅猛攀升的毁灭气息 猛的一顿 接着进一步可思议的速度减弱 最终彻底消失 随着毁灭气息的消失 周围涌动的先例 迅速地归于平静 杨春也在此时 无比可惜地叹息了一声 刚当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似乎即将要 明目出一些很了不得的东西 可由于神魂实在是太过虚弱 导致他在即将要明目的那一刻 突然一阵眩晕 硬生生地从那种状态之中脱离了出来 感受到父亲又重新恢复到虚弱的状态 杨璇也露出了无比可惜的神情 不过 父亲这次的顿悟虽然没有成功 但神魂中却已经留下了毁灭法则的烙印 他相信 今后只要父亲的神魂强大起来 就一定能领悟出毁灭法则 郭荣也知道 丈夫的这次顿悟没有成功 听到丈夫的叹息声后 他急忙出言安慰道 别气馁 等你的伤势好了 早晚都会领悟的 哼 我确实隐隐地有一种直觉 一旦我的神魂足够强大 就一定会再次领悟他 杨璇笑道 杨璇也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确实 父亲您刚刚虽然没有成功顿悟出毁灭法则 但神魂中却已经留下了毁灭法则的烙印 今后只要神魂强大起来 领悟出毁灭法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毁灭法则 杨璇的眼中爆发出一丝金光 惊喜地问 我刚刚要明悟就是毁灭法则吗 杨璇点了点头 开始给父亲简单地普及了一下 目前仙界已知的法则的大致种类 等父亲消化完了这些信息之后 他才重新问起 之前被自己插嘴打断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无影的到来 会让他们被七天抓进大牢严刑拷打 对于这个问题 杨璇跟郭荣都同时露出了一个无奈的苦笑 还是由杨璇开口说道 其实我跟你母亲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知道 杨璇无比的诧异 嗯 杨璇苦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我们是被无影跟七天的大战惊动 才知道他来到了云一星的 无影跟七天大战 杨璇忍不住下意识地询问 杨璇再次点了点头 嗯 他以玄仙境界的修为 浑身散发着滔天的血光 跟七天大战了整整一炷香之久 最终才重伤不敌逃跑 他应该是在大战之时 发现了我跟你娘 所以在逃跑之时 他悲愤地传言给我 让我将来有机会告诉你 嫂子安然无恙 这句嫂子安然无恙 杨璇知道是无影的原话 后来呢 他追问 后来无影逃走没多久 成天的手下就查到了 我们跟无影的关系 结果我跟你娘就被抓进了大牢 说到这里 杨春的神色中 露出了一种叫做刻骨铭心的仇恨 这些年中 他跟妻子被一次次毒打折磨的画面 纷纷在脑海中闪过 既然儿子现在混得这妖牛 那他就要亲自把这一笔笔的账 十倍百倍地还给那些人 还给七天 看见父亲对七天如此深的仇恨 杨璇的杀意不由就越发地强烈 从父亲跟母亲的这一身伤势 他就能够想象得出来 二老这些年是遭受到了何等的折磨 但他不敢问 他不愿父母再次回忆起 被折磨毒打时的场景 他也不用去问 只要把那些毒打过父母的人抓来 交给父母去千倍万倍的报复回来就行了 杨春努力平复了一下情绪后 继续说道 在被关押的这些年中 我通过那些勘压我们的人 不经意间透露出的零零碎碎的消息 也总结出了一些情报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来看 乌颖带着小白跟罗芳 应该是刚刚来到云一星 小白就发现了 七天蹲守了无数年的宝贝 听完了父亲所知的全部消息后 杨璇发现 父亲似乎还不知道 小白已经死亡的事情 不用想 肯定是七天的突然出现 让乌颖没有来得及 把小白收进仙府之中 而作为本体是寻宝署的小白 肯定是最先成了七天发现怒火的目标 因为站在七天的立场 如果不是因为小白的寻宝天赋 他的宝贝就不会被找到 小白死了 但通过神魂中的平等契约 杨璇能感觉到 乌颖此时还活着 目前最要紧的是 赶紧处理完广场上的这些人 然后尽快找到无影 想到这里 杨璇神色淡漠地扫射了一圈 匍匐在广场上的数千人 随后缓缓地开口 父亲 这些人里面有你们要报复的人吗 杨春猙獰一笑 嘿嘿 哟 而且还不少 这话一出 匍匐在地上的数千人之中 立即就有十几个奇声悲呼 前辈饶命啊 晚辈也是听命行事而已 听你娘的命 七天亲口吩咐你们 天天折磨老子了吗 杨春愤怒地破口大骂 第一次看见 父亲如此不斯文的一面 杨璇不由一愣 不过他此刻没有时间 跟这些人废话 单手对着十几人摇摇一抓 根本就没有丝毫有效地反抗 十几人直接就被他收进了那世界 随后 在取得了父母的同意后 他心念一动 又把二老同样收了进去 里面有分身在 二老想要怎么折磨报复那些人 就随他们吧 至于其他那些仆仆在地 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人 他连多看一眼的心情都没有 拿出飞梭中的心图 查看了一下云一星的方位之后 一个瞬移就消失在了原地 云一星 浮空庄园内 贼成生正在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杨璇的到来 时不时的 他就会拿起两炷香之前 喝剩下的酒水 直接含住胡嘴 咕咚咕咚地灌两口 两炷香之前 也就是杨璇跟七天离开没多久 他就得到消息 七天逃回家族了 于是 他没有丝毫地犹豫 直接下令让自己的人 把七天所有的主要下属 全都抓到了庄园内 此刻 五六百人正瑟瑟发抖地 跪在一块荒地上 许多都在相互间传音 询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个别知道其中内情的人 却已经是一脸苍白 惶恐地等待着杨璇即将到来的怒火 突然 刚刚拿起酒壶的七成生 以及默默地静坐在一边的东方缺 都同时猛然地站起身 拜见前辈 两人同时抱拳 深深地弯下了腰 而在两人身前的一仗之外 杨璇的身影突兀地出现 冷冷地扫了七成生一眼后 随手丢给东方缺一个储物戒指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你可以走了 最好是远离云一星 甚至是蔚蓝星系 找一个二三级星球 好好的生活吧 东方缺本能地 伸手接过储物戒指 神识不由自主地往里面一扫 随后就脸色俱变 差点将其丢还给了杨璇 在看见杨璇丢过来一个储物戒指时 东方缺就知道 杨璇应该是要赠送自己一些修炼资源 可任凭他怎么想都想不到 杨璇竟然会给他整整五十亿仙金 还有无数其他的物资 作为一个大部分时间都被家族的老祖 随身携带在仙府中四处逃亡的天仙妻 别说是五十亿仙金 就算是五亿 他都没有见过 因此 在看见这么多的仙金与物资后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 而是直接被这么大的一笔惊天财富 给惊吓到了 就在他本能地想要把储物戒指 丢还给杨璇时 杨璇却淡淡地朝他挥了挥手 赶紧走吧 说实话 杨璇虽然表面上很是冷斑 但其实内心多少还是有些在意东方缺的 先不说东方小楼先帝将来得知自己 没有亏待东方缺后 说不定会感谢自己 就说自己身上的财富 还有此时的先王境界 九成九可都是因为东方家的情报才得来的 所以他觉得 赠予东方缺的这点物资其实并不算多 而他之所以会催促东方缺赶紧离开 是不想在接下来对七天的报复行动中 将其牵扯进去 东方显然也体会到了杨璇的用意 因此 他恭恭敬敬地给杨璇磕了一个头后 拿出一艘中品飞船 直接飞出了云翼星 目送东方缺的飞船消失不见后 杨璇这才慢慢地低下头 默默地俯视着 依旧保持着躬身拜见姿势的七成生 一个呼吸过去 杨璇没有说话 十个呼吸过去 杨璇依旧没有开口 杨璇不说话 七成生不敢随意开口 一边荒地上的数百人 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整个庄园内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七成生额头上的汗珠 滴落在石板上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足足半炙香过后 杨璇才轻声开口 我问你一个问题 想好了再回答 你只有一次活命机会 听到只有一次活命的机会时 郑成生的身体经不住一颤 神魂中一段隐晦的气息 不由自主地微微波动了一下 似乎是担心杨璇发现 自己神魂中那一闪即逝的异样 七成生毫不犹豫地说道 前辈您请问 晚辈并非七天 与前辈之间并无任何牵扯 所以绝对不敢有丝毫欺瞒 为了能够尽可能地 分散杨璇的注意力 他还故意提及了七天 然而 就在他神魂出现异常的那一瞬间 杨璇表面虽看不出什么异常 但心中却极为震惊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 他敏锐地觉察到 成成生整个人突然变得无比飘渺 似乎眼前这个人 并非一个真实的 活生生的人 而是无尽岁月之前 留存下来的一道投影 这种感觉极为怪异 杨璇的眉头微微皱起 目光紧紧地锁住七成生 试图从他身上 找出更多这种怪异感觉的线索 但此时神魂中 不再有异常的成成生 给他的感觉又显得很是正常 处于距离仙王锦铃门一角的境界 其身体周围的空间中 隐隐环绕着静电 就算是其体表外散发的温度 以及体内流动的血液 都能被他清晰地感受到 这一切都在表明 七成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越是这样 他心中的疑虑就越发浓重 他坚信 刚刚那一瞬间 自己的感觉不会有错 哇 难道这个家伙的体内 真的有一件无法控制的重宝 想到第一眼 见到七成生时自己的猜测 他决定进一步试探或成生 看看能否揭开这神秘感觉 背后的真相 原本他想要率先询问的 是无影跟蓝天交手的细节 可此刻 他却突然改变了想法 用无比笃定的语气问道 你在微天的面前 一直隐忍庄老时 是为了夺取 他蹲守了无数年的宝贝吧 成成生的身体微微一僵 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随即又变成了激烈的挣扎与犹豫 感受到他气息上的微妙变化 杨璇并没有催促他赶紧回答 而是很有耐心地等待着 足足过了十来个呼吸 七成生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一般 眼中的犹豫与挣扎慢慢消失 随后再没有杨璇的允许下 缓缓站直了身子 而随着他的身子缓缓站直 他那种微微懦懦 卑躬屈膝的气质也随之慢慢消失 等到他完全站直身子时 整个人的气质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刻的他不再唯唯懦懦 而是变得极为自信 浑身充满着傲然的气质 在这一刻 杨璇忽然感觉到周围的空间 似乎出现了一丝微妙的波动 仿佛有什么力量正在悄然觉醒 并且此刻的成成生 隐隐地给他带来了一些危险的感觉 当然 这种危险也只是一些 远远还达不到危机的程度 更是对他还造不成什么危险 就在这时 成成生缓缓抬头指示他 神色复杂地说道 前辈错了 不是晚辈想要夺取他的宝贝 而是我放任他 霸占了我遁守了无数年的宝贝 只可惜 这个既悲哀 又自作聪明的家伙 实在是太废材了一些 就因为他的自作聪明 不但让那只寻宝鼠找到了宝贝 竟然还让您的妻子 无意间给融合了 说到这里 成成生讽刺的一笑 我有时候甚至忍不住怀疑 这个家伙这么傻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弟弟 七成生前后如此巨大的转变 完全出超乎出了杨玄的预料 剑成成生一改唯唯诺诺的姿态 竟然敢不卑不亢地直视自己 杨玄虽然意外 但却并没有在意 一个随时可能突破先王的先军而已 就算成成生现在已经是先王 他也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先不说神魂境界突破先王后 图神剑的威力 也跟随着强大了无数倍 就算是融合了三大法则的超强绝招湮灭 他自信也能轻易顺杀绝大多数的老牌先王 因此 面对七成生突然转变的傲然姿态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如果后面的回答你还有这么多的废话 我会直接一巴掌拍残你 然后自己搜魂 七成生脸上讽刺的笑容顿时将注 神魂中那股神秘的气息 又再一次不由自主地一闪而逝 这一次 杨玄的感觉更加地清晰了 在神秘气息一闪而逝之后的一瞬间 眼中的成成生依然还在面前 但不管是在神识中 还是感知中的七成生竟然都消失了 在这一刻 杨玄甚至有些怀疑 要是此刻自己突然一剑刺出 破魂剑会不会如同刺中影像一般一穿而过 根本伤害不到七成生分喉 又是这种奇怪的感觉 两人明明近在咫尺 但感觉上 却像是各自处在不同的时空一样 此刻他突然有一种冲动 干脆一巴掌将七成生拍晕 探查一下七成生的神魂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可这个想法才刚刚冒出来 立即就被七成生再次地突然转变 直接把他搞得一愣 前一刻 七成生与他直视的神色中 还满是傲然 仿佛世间万物都不入其法眼 那微微上扬的嘴角 似乎不单单只是在嘲笑七天的愚蠢 也在嘲笑他竟然 被这么愚蠢的七天给骗了 然而 就在他生出拍晕七成生的想法的那一瞬间 仿佛冥冥冥中有一道无形的力量 猛然击中了七成生 使得七成生脸上的笑容 如同被狂风吹散的云朵 快速地消失不见 神色中表露出的傲然与讽刺 也在眨眼间变得唯唯诺诺 取而代之的是惶恐与不安 晚辈之错 还请前辈恕罪 七成生抱拳躬身 额头上再次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杨璇足足呆愣了两个呼吸之后 这才神色怪异上下打量着七成生 此时他敢确定 七成生的体内一定隐藏着一个很不寻常的秘密 但此时无影的事情最为重要 使得他没有多余的闲心去探究 于是他都问道 你放任七天霸占的那个宝贝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你放任他霸占自己的宝贝 七成生没有犹豫 也不再多说废话 直接回答道 是命运之时 命运之时 杨璇的神色中满是疑惑 不解地问 那是什么 有什么用 在他的记忆之中 他还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石头 成成生依旧保持着抱拳躬身的姿势回答 命运之时 只是我自己给他取的名字 其实严格地来说 或许把它叫做天机石会更加贴切一些 天机石 杨璇的脑中闪过一道灵光 立即就想到了七成生神魂中 那一闪极世的神秘气息 如果他猜测得不错 那应该就是天机法则的独有的表现 他曾经听大长老说过 天机法则是所有特殊法则之中 最为特殊的法则 在一族对所有已知法则的划分之中 天机法则还有一个三罪法则的外号 而所谓的三罪 第一罪就是这种法则最难领悟 简直比其他的法则要难上千倍万倍 别的法则还可以从天地的变化 自然的规律以及修士之间的厮杀中感悟出来 可天机法则却不行 想要领悟出天机法则 不但需要有无数次不同人生的经历与感悟 还必须得对这个宇宙的运行有一定的了解 无数次不同人生的经历还好说 毕竟仙界中能分离无数 化身无数的秘法不少 只要让分魂夺舍一些修士 或者是直接让分身去经历不同的人生 最后融合进本体的记忆就好 可了解宇宙的运行 那可是先皇境界才开始接触的东西 试问 整个仙界又有多少先皇呢 而这些先皇之中 又有多少人是能成功领悟出天机法则的呢 所以 一族把天机法则说成是最难领悟的法则 杨玄是非常赞同的 第二罪 是最为难缠 天机法则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它的攻击方式很是神秘莫测 根本就不需要跟敌人照面 领悟了天机法则的修士 往往能通过洞察天机 了解敌人的弱点和行动轨迹 提前布置陷阱或策略 让敌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绝境 既然能了解的敌人弱点与行动轨迹 当然也能引导 改变敌人的人生轨迹 让敌人遭遇意外或灾难 从而达到灭杀的目的 这种躲在暗中 并且还是间接的攻击方式 说它是最难缠的法则 一点也不为过 第三罪 就是最不受待见 没错 天机法则虽然是所有法则之中 最难缠的法则之一 可它却偏偏最不受修士的喜欢 一般来说 如果能有别的选择 几乎是没有什么修士 会选择领悟天机法则的 因为一旦领悟了天机法则 不管你有没有窥探天机 这一生随时都要面对 不定时降临的天法 除此之外 每当你窥探一次天机 自身的寿源 就会以不可控 不可逆转的程度消耗 也就是说 窥探天机不但需要消耗寿源 而且还是用任何仙丹仙药 都补充不回来的那种消耗 自古以来 在人族的历史记载中 只要是领悟了天机法则的人 哪怕是号称寿源无限的仙人 基本都非常的短命 在下界的时候 杨玄就亲眼看到过一个 只触摸到一丝皮毛 距离领悟天机法则 相隔了十万八千里的原音修士 试图窥探一个化神的行踪 结果那个原音修士 不但当场遭到反噬重创 还直接被一道天罚雷结 轰杀的情景 想到下界 天机界这三个字 就不由自主地出现杨玄的脑海中 天机界 天机石 再联想到天机界的人飞升后 就会出现在云一星 杨玄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两者不会有着什么关联吧 想到这里 他神色中满是好奇地 对七成生单手微微虚抬 坐下来给我仔细地说说 好 前辈您先请上座 七成生恭敬地先把杨玄请到上座 这才坐在对面仔细地讲解起来 所谓的天机石 其实就是一种相似于法则之经的东西 都是用来领悟法则的 法则之经 是领悟了法则的修饰 死亡在一些特殊环境中后 体内的法则之力自然凝结而成 可天机石却不同 它完全是七家先皇用特殊手段 制造出来的东西 据七成生交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是在天机界中出生 并且修炼到了化神器的修饰 神魂中都会莫名其妙地 蕴含着一丝天机之力 这个情况被七家先皇发现后 他就在天机界的修饰 飞升仙界后出现的地方 也就是云一星 秘密地布置了一个 笼罩整颗星球的七级仙阵 此仙阵不具备丝毫宫的击合防御 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能在翘无声息中 偷偷地剥离天机界修饰神魂中的 那一丝天机之力 而被剥离的修饰却不自知 无数年来 七家不惜花费大代价 培养天机界 以及与天机界附近的几届修饰 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天机界 修饰飞升 好剥离出更多的天机之力 只要有了足够多的天机之力 自然就有很大的几率 领悟出天机法则 当然 七家先皇并不是要自己领悟 因为一旦领悟了天机法则 就不可避免的一生 都要面对天道的惩罚 于是 为了家族中能出现一个 料敌仙机的修饰 他就把这个主意 打到了族中最为天才的子弟 也就是七成生的身上 当时 七成生并不知道 领悟天机法则后的弊端 也就欣然接受了先皇老祖的安排 天仙七就来到云一星 接触天机之力 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他有幸被吴忧山的一个长老 带到了吴忧山 也因此知道了 领悟天机法则后的弊端 愤怒之下 他在得知消息的当天 就返回了家族 当面质问起了老祖宗 可也就是这一次当面的质问 让他发现了一个 令他惊恐无比 万念俱灰的事实 他发现 自己这个号称是 七家年轻一辈的第一天才 竟然从小就被老祖宗 在体内下了禁止 成为了老祖宗 随时都可以操控的傀儡 不仅如此 在被老祖宗操控着 彻底脱离了吴忧山 驻守云一星的数千年后 七成生还更加惊恐地发现 他怀疑自己 或许就是老祖宗的一个分身 一个非常特殊的分身